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景田耀文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点赞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习近平做出重大让步 浙江书记调研阿里巴巴释放信号 假日来临中国三波疫情高峰将至 染疫人数激增中国工业恐暴雷瘫痪 习近平绝口不提供同富于改口支持平台经济 清零被废 养老院受重灾 检测产业彻底崩塌 抢药抢疫苗抢口罩 中国民众很抓狂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政策调头 习近平明显挫败 浙江省委书记调研阿里巴巴释放信号 据中央社报道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力挺民企支持平台经济之后 刚上任的浙江省委书记 义恋红今天赴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调研 表示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 要争当规范发展模范生 创新发展领头羊 中国基金报报道 义恋红18号在杭州深入企业社区 科创平台文化遗址公园展开调研 在阿里巴巴集团 亦恋红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 商业板块 创新成果及发展计划等 强调要学生悟透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关于推动平台经济 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 他说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 规范资本行为激发创新活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推动发展国际竞争和造福社会中大显身手 正当规范发展模范生 创新发展领头羊 融通发展服务商支撑者 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5号到16号在北京举行 相比去年会议强调要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今年会议称 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决难题办实事 并支持平台企业大显身手等等 浙江省市电商平台重镇 当地一把手对于中央相关的政经政策 常迅速表态 过去两年中共强化反垄断 对阿里巴巴展开调查 并于2021年4月对其重罚人民币182.28亿元 前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曾在2020年12月 接连两次宣誓反垄断 被视为首名明确响应中央反垄断政策的地方首长 好我们继续看中国疫情方面的情况 假日来临中国三波疫情高峰将至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主要城市的街道 这个周日12月18号出奇的安静 人们待在家里以保护自己免受从北到南 袭击城市中心地区的新冠感染病例激增的影响 据中国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称 中国目前正处于今年冬天 预计出现的三波新冠病例激增的第一波 如果人们遵循下个月农历新年假期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回家乡的典型出行方式 全国各地的病例可能会成倍增加 自12月7号以来 中国也尚未正式报告任何死亡病例 当时中国当局在公众对该政策进行前所未有的抗议之后 突然终止了对疫情零容忍政策至关重要的大部分限制 该政策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 作为放松疫情清零措施的一部分 对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测试已经结束 这让人怀疑官方报告的病例数是否能够反映疫情的全部规模 12月17号 中国报告了约2097例新的有症状的感染病例 在北京高度可传播的Omicron 已经影响了从餐饮到包裹递送的服务 这座拥有2200万人口的城市的殡仪馆和火葬场 也在奋力满足需求 社交媒体的帖子还显示中国西北部城市西安的地铁空无一人 而互联网用户则抱怨送货延误 在成都街道上空无一人 但送餐时间正在改善 一位姓张的居民说服务开始适应最近的病例激增 然而他又说获得抗原检测试剂盒仍然很困难 因为供应商告诉他 他最近的订单已被转向供应医院 在上海当局表示学校应该从星期一开始将大部分课程转移到网上 在仅邻上海的杭州市 大多大多数学校鼓励各年级提前完成冬季学期 广州教育局表示 已经上过网课的学生和学龄前儿童不应该为返校做准备 据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 星期六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的疫情可能将在今年冬天达到顶峰 并分为三波持续约三个月 第一波将从12月中旬持续到1月中旬主要是在城市 然后第二波将于明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开始 这将是由为期一周的新年假期前的人员流动引发的 中国将从1月21号开始庆祝农历新年 这个假期通常会有数亿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回家与家人团聚 吴尊友说 随着人们在假期后重返工作岗位 第三波病例将从2月下旬持续到3月中旬 一家美国研究机构本周表示 中国可能会出现病例激增 2023年中国可能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疫情 吴尊友说 过去几年中国的重症病例有所减少 已经进行的疫苗接种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他说应该保护社区中的弱势群体 同时向公众推荐加强疫苗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说 将近87%的60岁以上的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但只有66.4%的80岁以上的人 完成了全重疫苗接种 随着染疫人数激增 中国工业恐暴雷瘫痪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防疫政策急转弯 染疫人数暴增 工人无法上班 生产线停摆 许多工厂被迫关闭 扰乱供应链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波染疫浪潮可能会为中国工业带来短期痛苦 但会帮助中国加速摆脱疫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宣布 清零政策大转向 松绑相关防疫措施 而突如其来的类开放 导致病毒肆虐中国各大城市 染疫与死亡人数激增 政府官员和企业措手不及 据统计 中国首都北京是感染人数暴增的领头羊 该城市2100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受到感染 由于疫情不断扩大 许多地区因工人染疫或请病假而人手短缺 很多工厂上班人数越来越少 河北一家气配厂的经理表示 计划恢复闭环管理 让员工留在工厂生活及工作 即可避免大规模感染 同时保持生产线稳定 他说若不这么做 我们将没有员工可以来上班 此外供应链也受到此次疫情浪潮冲击 上游厂商生产停摆 导致供应链被迫放缓生产速度 甚至关闭 电子商务公司WPIC执行长库克表示 由于负责配送的司机生病 导致商品配送延迟 中国市场研究集团董事总经理雷小山警告说 许多工人在2022年因清零政策而收入缩水 因此消费者信心非常低 许多中小企业已经倒闭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绝口不再提共同富裕 改口支持平台经济 据一平新闻网报道 中国经济恐怕陷入改革开放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前两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宣扬的共同富裕 已经不再宣传 显示中国经济将要松绑 以提振景气 日前刚落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达 支持平台经济 强调住房不潮 外界解读长达三年的多领域 强监管渴望吹起暖风 进一步松绑 借此振兴疲软的经济走势 另一方面过去一段时间强力主打的共同富裕 在这次会议上也绝口不提 也引发了经济政策转向的猜疑 中共15号到16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2023年要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相较于先前强调要重视实体经济 并强力监管数位及网络平台企业 这次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位经济 同时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 并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 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星岛日报中心财经报道 引述中国经济学者的看法指出 这样的指示显示中央认可平台企业 在经济资源配集中的积极作用 过去几年的强监管有望松绑 平台企业将有新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乌赫全表示 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发展 要把握好尺度 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应有比较合适的尺度 上海社科院数字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毅提到 平台经济过去从各个方面 创造了新的就业与消费 在新的形势下 还是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浙江大学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席 盘和林认为发展平台经济是提升经济效率的有效方式 中央的指示将优化平台企业的政策环境 平台企业将有新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今年中国经济总量或增至人民币120兆元 过去几年监管风暴席绝了各个领域 多家网络科技企业受到反垄断调查 并财罚高额罚款 不但对平台经济造成影响 更波及整体中国经济 随后包含财务风险蔓延 与大规模裁员等问题随之而来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野蛮生长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以及中国面对内外各种不同压力影响 今年的会议对平台起义的表述明显不同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过去几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喊出的共同富裕被外界视作是走向共产主义 压制中产和富裕阶层的政策 但这次会议已绝口不提 好我们继续看中国防疫方面的情况 清零被废 养老院受重灾 检测产业彻底崩塌 据法广报道 在放宽清零政策后 法新社今天说 中国的养老院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 以保护老年人免受席卷全国的感染浪潮 这些机构将自己与外界隔绝 让他们的员工在院内大楼食素 并同时努力获得药品 此外 路透社关注中国放弃清零的同时 核酸生产和检测公司 以及移动监测等周边行业的命运 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 中国当局警告说病例数量会迅速增加 工信部官员周健先前于周三表示 国家正在尽一切努力增加基本药物的生产 不过专家们依然担心 随着中国继续重新开放 数百万弱势老年人尚未完整接种疫苗 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一波感染 北京一家要求匿名的私人养老院经理 告诉法新社 他的养老院完全被封锁了 只允许携带食物和商品 任何人不得进出大楼 他还表示他们以高价订购了医疗产品 但一周后仍未到货 当时该市的物流网络因送货人员感染新冠病例 大受影响 法新社说 中国的老人院管理者说 不可能无限期的将病毒拒之门外 快递员和送货员几乎都养了 一位负责人称 即使你对物品的外包装进行消毒或扔掉 但你总不能把所有的食物喷洒消毒剂吧 由于地方政府的指令 许多中国的养老机构已经被封锁了数个星期 例如北京的瑞城养老院上周表示已经被封了近60天 在上海降服企业本星期解释说 养老院将继续进行闭门管理 强迫所有员工在养老院里过夜 并每天都对他们进行检测 该机构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在社会优化防疫政策的时候 我们的养老院尤其要保持高度警惕 与此同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 感染高峰期即将到了 需要做好老年人的保护 对这轮疫情必须有2到4个月的准备 小区基层医疗面临压力 守好才能避免患者冲击2级3级医院 关于何时才能走出这轮疫情 张文宏说 以新加坡来说 今年1月1号开始病例数死亡数上升 病死率为0.06% 远低于流感 但其感染人数直到4月15号才达低谷 期间长达4个月左右 此轮疫情我们要做好2到4个月的准备 此外路透社关注到 在遭遇全国性的抗疫之后 中国政府突然放弃了大部分防疫控制措施 包括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的强制性大规模核酸检测 这一级转弯意味着核酸生产和检测公司 以及移动监测等周边行业的命运 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 过去两周 中国就有30多个地方政府取消了与防疫控制有关的服务和产品招标 例如深圳一家防疫饭店取消定期消毒的招标 成都一个区取消了隔离用品的招标 以及山东省一个核酸检测实验室取消改造的招标 其他一些地方政府也放弃了购买追踪病毒传播的软件 或隔离警报器监控设备的购买计划 因此从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中 获得巨额利润的公司本月股价出现下滑 例如上海蓝胃医学检验所下跌了11% 广东海浦生物下跌了8% 而迪安诊断下跌了5% 据路透社指出 尽管很难得到精确的统计数据 但是核酸行业无疑在疫情期间发展壮大 坐收余力 根据估计中国今年与防疫相关的预算 约为520亿美元 大多数被这些行业拿走了 另有预估认为费用更为惊人 因为中国今年各大城市执行 每隔一两天就需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这些花费恐怕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至1.8% 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 中国2021年的国内生产毛额GDP为人民币114兆3670亿元 1.5%为人民币1兆7000亿元 至于核酸检测期间 为数众多的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核酸检测工作人员 也因核酸盛事终结失业 一位住在北京的王女士就是俗称大白的工作人员之一 她表示接获上级通知 由于新政策的实施不再需要我了 不过路透社说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雷洛认为 所有投入大规模核酸测试的线不会就这样消失 已经增加的支出也很难削减 他认为以老年人为重点的新的疫苗接种活动 可以被未解雇的核酸测试人员提供就业机会 而地方政府也可能会雇佣人员来为留在家里的弱势群体 或老年居民服务 好我们继续看中国方面的情况 抢药抢口罩 中国民众疯狂 N95价格飙涨6倍 据一评新闻网报道 中国的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除了抢药之外 不少民众发疯似的抢购口罩 连不符合防护要求的产品也一兆难求 据媒体报道 物以稀为贵 市场上的N95口罩价格已经飙涨 百分之六百四十八点九 中国在本月七号发布优化防疫新十条之后 等同放弃动态清零 各地疫情持续升温 从抢药 抢疫苗 抢看病等医疗挤兑问题浮现 作为有效防疫并隔绝病毒的口罩 也成了抢手的物资 中国各地都传出供不应求的情形 据第一财经报道 随着各地感染者人数的不断增多 以及民众对口罩防疫效果的认知 N95口罩价格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暴涨 一个原本售价人民币一块钱左右的N95口罩 如今卖到了五六块 而且不仅是价格翻倍 市场上还出现了断货的情况 有些口罩供应商表示 像是回到了2020年的春节 疫情刚爆发时的情形 报道引述一名防疫物资批发商透露 现在要买口罩的话 最少都要四块钱左右一个 但是目前没现货 必须排队等 而且上游原材料涨了七倍 对于未来的到货状况也不确定 现在没货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现货是哪一个牌子 规格都不一样 根据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N95口罩时的结果显示 N95口罩的平均售价大约在5元左右 按照规格不同 价格也有不同 如一盒50片的口罩275元 或是每盒100片售价470元 此外也有团购品牌开价每盒10片 价格70元 由于一兆难求不少非医疗口罩 未具有效防护力 甚至是标识不清来路不明的口罩 也成为民众抢购的商品 价格随之水涨船高 为了遏制口罩炒作的情形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近日陆续发布公告 设下红线平稳价格 报道指出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关于涉及物资价格和竞争秩序提醒告诫书 要求生产经营者不得违反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原则 不得哄抬物价与欺诈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需要加强执法检查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要求电商平台业者落实责任 加快查及坚决杜绝平台内经营者发疫情财情况出现 山西省公信厅则要求电商平台管制每名消费者 购买防疫物资的数量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习近平炫耀精力大言不惭 我一贯支持民企 北京惊爆丧葬挤兑 17号仅在家身亡 就有2700多人 突然躺平京城巨变 习近平遭遇执政危机 清零开放全市一刀切 无预案凸显制度列更新 解封是死不解也死 习近平会不会毁其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炫耀精力大言不惭 我一贯支持民企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经济陷入30多年来的最低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必须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官方人民日报披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会议上的讲话 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练好内功 站稳脚跟 关键是提振信心 同时力挺民企 称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 也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 人民日报在头版披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细节 显示会议公布的一些内容都出自习近平本人的讲话 包括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续 要从战略权域出发 抓主要矛盾 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 抓住重大关键环节 刚举目张 做好工作 针对当前住房汽车服务性消费等领域存在一些限制性措施 妨碍了消费需求释放 习近平指出 要增强消费能力 改善消费条件 创新消费场景 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针对国进民退整治资本家等说法 习近平干脆直接掉转车头 前两年的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完善安全审查机制 如今都被拆弹 变成了尊重市场规律 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平台企业 保护企业家权益等等说辞 甚至直接吹嘘 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 也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 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即要深化国企改革 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又说要从制度和法律上 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重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即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又说要从制度和法律上 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 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 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会议称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有分析认为中共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本身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 现在问题就是当局的政策已成了重失之地 各界都在攻击 前段时间中共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 有些人表达了怨言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习近平自己把这个问题挑了出来 这就说明问题其实已经相当严重 北京经报丧葬挤兑 17号仅在家身亡的就有2700多人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政府急转弯放宽防疫后 疫情飙升 染疫人数激增 从抢药抢疫苗医疗挤兑 不幸演变成丧葬挤兑 北京殡仪馆24小时不停焚烧 网友批评盲目放开 造成悲剧 香港明报透过调查 当前疫情重灾区北京的多家医院 殡仪馆以及相关丧葬产产业链 发现近期已出现涉疫死亡个案急增 所引发的丧葬服务报表情况 中国防疫政策急转弯大幅放宽之后 因专家表示可能有九成人会感染 大批民众抢购囤积退烧药自保 海外亲友也帮忙抢药 导致港澳澳大利亚多地缺药 就连平台网络商店开出比国外产地价格贵九倍的退烧药也被扫光 另外澳门部分医院接待中国游客自费接种国外疫苗 越来越多对国产疫苗没有信心的民众开始询问如何付澳门强打 财新网报道12月以来付澳门接种bnt新冠疫苗的游客大增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基本都是处于满腹和运作状态 除抢药抢疫苗外中国疫情从医疗挤兑不幸走向丧葬挤兑 华尔街日报17号称随着新冠疫情席卷中国首都北京东交殡仪馆的火化和其他殡葬服务要求激增 周五东交殡仪馆接电话的一位女士说 自从新冠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是超负荷工作 现在是24小时工作根本接不过来 中央社引述香港明报今天进一步报道说 透过调查当前疫情重灾去北京的多家医院殡仪馆以及相关的丧葬产业链 发现近期已出现涉疫死亡个案急增所引发的丧葬服务报表情况 北京业内人士向明报透露 目前医院停时间爆满 一个格塞进两具遗体 有太平间地面上堆放着30多具尸体 部分殡仪馆购入冷藏货柜 一个柜子储藏20到30具遗体 更指单是在17号当天 北京染疫在家身亡的就有2700多人 丧葬服务费坐地翻倍 报道称相关人士向明报表示 目前各殡仪馆24小时不停转焚烧尸体 如市内较大型的八宝山东郊等殡仪馆 日均火化300余人 但目前仍积压2000多具遗体 一个礼拜都烧不完 该人士称 由于大量未动遗体出现变质 上述两管之前 已紧急购入冷藏货柜集中储藏 中央社说 中国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指中央急转弯放开防疫后 感到人如楼以命 如草芥 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老人因新冠去世 联系殡仪馆被告知排不上队 更有网友批评这是盲目放开所造成的悲剧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清零放开全是以刀切无预案凸显制度略更新 据法广报道近日中国人经历了清零政策大反转 有网友调侃说 12月7号前只有新冠是病 其他都不是病 12月7号后 其他病都是病 只有新冠不是病 可以在家自愈 然而在家自愈所需的常规药却买不到了 尤其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 更是医药难求 于是有网友发帖强烈呼吁 在人民需要的时候给人民免费发退烧药 以及其他防疫药品 而不是让人民相互抢药 让商家囤积涨价 这是国家的基本正义 网友说 拿出你们封城封户强制疫苗 以及全员核酸的劲 给每个民众发一盒布罗芬 一盒牛奶鸡蛋 我会尽量说服自己 承认你们干了件人事 就在人民日报发文 试图为中共三年防疫胜利结束 盖棺论定之时 真正的疫情却汹涌而至 并蔓延迅速 政府显然意识到病毒不可防 只能接受与之共存 但与病毒共存并非躺平 更需要一个系统的管理模式和政策支持 但中共在解封前并没有做过系统预案 正如网友发帖所说 北京亲友感染者众多 眼下情势好比泄洪大水漫灌 正常社会调控的指针 是维持医院功能 力求兼顾本来的病人和染疫重症者 可是人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那么多的时间 轮到动态清零被冲垮时 却看不到准备的后手 两极震荡 若民遭殃 有网友发帖说 最近国内因为解封导致了医疗挤兑 有些人把锅甩给了白纸革命 但实际情况是 11月国务院20条出来后 就应该公开宣布不再清零 准备有序放开 仔细看一下20条就能发现 20条其实就是放开的预言 但是为了维护习近平的面子 官方从来没有公开否定清零 导致地方政府不敢认真执行20条 进行放开前的准备 依旧在一刀切的封控 所以白纸革命出现了 习近平出于恐惧 立刻选择了放开 如果当时公开提出有序放开 地方认真执行20条 乌鲁木齐火灾的时候 也不至于逃生通道被封 白纸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 网友发帖说 北京的亲友陆续中招 往往全家中招 而且不是普查核酸硬 抓出来的那些无症状 而是真真切切的在生病 很难受在家扛着 网上更是铺天盖地的新冠病例情况 这说明了一方面国产疫苗整体上 对Omicron的预防效果极其不佳 另一方面全民疫苗接种既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 又没有及时加强再加强 使得绝大多数民众在突如其来的大流行面前 处于裸奔状态 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也丝毫没有改变 过去三年 一味清零 可以说没有对应付这场冲击波做好任何准备 养大白 茶核酸 封门枷锁 建方舱等等 全是在躲 如同汛漆 一味的把滴加高 没有任何疏散民众的预案 预备与行动 结果滴终于无法再加高了 决堤了 而且还是在传染病高发的季节 经过为期三年的全民牺牲 最终还是异常硬扛 那么这种牺牲 以及搭上前途又有什么意义 唯一有意义的是 莲花清闻再一茬又一茬了割韭菜 其中有网友发帖说 不管你是否承认 事实证明动态清零政策已经彻底失败 而且为这个失败付出了巨大代价 仅全国核酸检测和建方舱的钱 估计就花了上万亿 如果将这些钱用于建ICU 用于购买救护车 用于建立新冠定点医院 该多好 动态清零失败 是长官意志的失败 是决策定于一尊的失败 撞到南墙才回头 要知错认错纠错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突然躺平京城巨变 习近平遭遇执政危机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中国本月7号起大幅度放宽防疫措施 包括允许感染者在家隔离 以及不再要求民众做核酸检测 被习近平政府称为新十条的放宽规定 其实已等同放弃了坚持三年的清零政策 由于全面放弃防疫 等于任由病毒传播 以致北京在过去的数天里 爆发惊人的大规模感染潮 京城变为了鬼城 人们在简讯和电话中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养了吗 回答大都是我养了 没有感染反而不合潮流 BBC记者麦唐纳16号从北京发出的推文说 当地一家媒体所做的民调显示 过去十天北京已有七成人感染 感染人数超过一千万 彭博社 纽约时报 BBC和CNN等西方媒体访问到的北京民众 无不一口同声说 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大都已经感染 北京这波巨大感染潮充分证实 清零根本不可能 只是独裁专制政权的空想 三年来一直被中共吹捧为抗议总指挥的习近平 自11月10号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 要坚持动态清零之后就再没有公开亮相 不敢面对清零的失败 等待疫情过去或有利时机才出来表态 2020年武汉初爆疫情 由1月至3月它也没有亮相 直到疫情初步受控 才在3月中前往武汉 自称打赢了这场人民战争 到了当年9月他还在联合国发表视讯讲话 声称中国的防疫胜过美国等西方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民主制度混乱 无力抗议 15号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1.1万字的长文 为清零政策辩护 说习近平是对的 这篇文章在北京爆发阳性巨变之后 大有把感染潮归咎于开放抗议规定 事实上11月底 北京上海和其他数十个城市爆发反封控抗疫之后 中国民意全面导向反封控并支持放开 但在北京爆发大规模感染后 民意开始转向 不少人回头支持封控 认为有必要做核散检测和隔离 那么习近平政府于本月7号突然转弯改变政策 大幅放宽防疫规定 背后有何原因 一有研究称今年四月上海全面封城时 习近平政府已知清零根本不可能 但习近平要为二十大夺取第三个任期铺路 所以由春到秋仍一直坚持清零 继续下令地方政府严防死守 直到二十大结束后才部署放宽 这是11月10号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 一方面说仍坚持动态清零 但另一方面又说要推行精准防疫 避免一刀切 以及减少对经济造成损害 政治局会议后第二天 习近平政府即宣布二十条放宽措施 其中包括了放宽入境旅客的隔离时间 减为五加三天 这是初步放宽 然后到12月7号才大幅放宽 二 为什么12月7号会大幅放宽 这是习近平政府认为11月底的抗议浪潮 是放弃清零的大好时机 因为人民广泛反风控 正好进行全面放宽 以平息民愤 习政府在上海封城时已知清零根本无法实现 这个时候习近平已成功夺取了第三个任期 又可借抗议民意放弃清零 三 从调整政策的过程来看 今年春天上海封城时民怨滔天 他错过城市调整政策的时机 也错过了走向与病毒共存的时机 更关键的错误是 因为要等到11月20大之后才开始调整政策 但为时已晚 因为从春到秋的半年内 病毒已密集的在各地传播 直接导致12月7号全面放弃防疫规定后 迅速爆发大规模感染 这是北京过去数天大规模感染的基本原因 4.北京过去数天的巨大变化 将是其他城市的下一步情况 研究发现过去半年曾经爆发过大大小小感染潮的地方 因为病毒已密集的在社区内传播 很可能会步北京的后尘爆发大规模感染 事实上上海广州和重庆的感染病例已经大增 专家又担心各地所报的感染人数根本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因为大部分感染者都不会向卫生当局报告 地方政府为免去麻烦 也很可能少报死亡人数 5.为期两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5号结束 会议为2023年的经济工作定为稳中求进 既重点在求稳 但也要谋求经济增长 增长主要靠扩大内需和振兴房市 扩大内需和振兴房市都与放宽防疫规定有关 因为2022年已经证实 只要坚持清零经济就必受挫 如要经济复苏则必须放弃清零 习近平虽然表面上不肯承认清零失败 但他坚持清零和打击私企的左倾经济政策必须下架 中国经济才有复苏的可能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三年消耗战遍地人祸被清零的是中共家底 香港知名作家颜纯沟在Facebook上发表文章 文章说当中共尚未宣布结束动态清零时 各路专家的预测结束清零后可能面临疫情大爆发 当时有评论者质疑说我是一家之言 疫情不会大爆发 现实如何都不必坠言了 中共清零清了三年 不但病毒还健在 甚至伺机全面反扑 如入无人之境 最新遭受重创的竟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中心城市 有自媒体报道 不少中指中央直属机关已经半躺平 全程陷入恐慌 先前封控是抢食物和日用品 现在解封是抢药品抢口罩 封控时医院躺平 解封后医院还是躺平 中国人这三年来所受的苦楚 只有用遍地人祸来形容 现在疫情爆发仍在大多在中心城市 因为人口集中信息流通的快 表面上大城市灾情重 但随着春运到来 城市人口大量流动到三四线城市 以及乡村 到时就轮到全国大面积爆发 大城市医疗条件相对好一些 轮到基层小城乡 那时病毒狂欢 百姓唯有束手待毙 专家预料到解封后疫情大爆发 但专家们也没想到爆发会来的那么快 规模会那么大 解封至今也不过一个多星期 北京已几乎成了空城 发烧门诊人满为患 主要言语音当然是疫苗无效 也没有特效治疗药物 唯有莲花清温做安慰剂 其实是坐等病毒攻击 病毒毒性虽然不那么高 但人口基数大 足以虐杀大量老人和基础病患者 中国13亿人口只要有19% 绝对数字就可载入史册了 当为解封之前我也曾提到 习近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坚持封控是死 解封也是死 左右都没有出路 现在看来又不幸而言重 现在习近平大概又要后悔解封了 不解封掀起民间反抗浪潮 解封后疫情爆发又导致民间反抗浪潮 所以解封不解封对习近平都一样 习近平会不会又一时冲动 在春节前急刹车 宣布全国进入封控的紧急状态 以他的性格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从封控到解封 再从解封重入封控 习近平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一次大国治理展示 现在他的治理水平已成笑谈 再来一次反复 那就更符合小学生的程度了 病毒反扑来的那么快 规模那么大完全始料未及 这一波大爆发会延续多长时间 造成多大破坏 也没人知道 有专家预言明年一二月高峰 三月回落 有人预测半年内平复 但谁知道真实结果如何 现在医院不堪复合 拖到春节大城市全面沦陷 再拖半年 偏远乡城泛滥成灾 那要有多少人失救而死 多少人因重症失去工作能力 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中国遭辞重创 要用多少时间来聊治 要付出多大的政治经济代价 那也没人知道了 经济剩半条命 再拖半年就直接扑倒 李克强近日还招待国际金融家 到黄山开会游玩 指望外资来打救 这些国际金融家眼看中国今天疫情遍地爆发 还有心情来投资吗 除非他们都被中共催眠 失去基本判断力 经济失救 全社会更会陷入新的危机之中 那么中国走出疫情重振经济的希望 又在哪里 白纸革命被中共压下去 如再经半年病毒蹂躏 中小企业遍地失海 失业人口成几何级数暴升 那时民不聊生 又将白纸革命的政治口号拿出来 又要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那时的中国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国人经过这三年来暴力风控的折磨 早已怨气冲天 忙于应付基本生存 看前途一片阴暗 对习近平的大国治理水平 嗤之以鼻 从此之后 对中共的任何政策都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 党心与民心背离 中共指挥棒失灵 那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成举世笑话了 三年消耗战把中共的家底都几乎清零 现在连最富有的广东都要向大白开借条来应付开支 其他省事便可想而知了 如疫情大爆发再持续半年 那各地的经济更尘壳难起 那时又必然影响金融稳定 影响医保与退休金 那种恶果更是中共无法承受的 现在看来北上广这些中心城市的乱象 只是小菜一碟 更深广的灾难 是往后这半年间 全国大面积沦陷之后 亿万民众如何与中共较量的问题了 习近平这一次解封 又为自己挖了一个奇大无比的坑 把他下半身都埋到土里去了 概而言之 中共能不能挺过这一个危机 端看病毒会不会手下留情 三个月平复是大幸 半年平复是中幸 超过半年就是不幸了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自从放开封控措施之后 中国冠病感染者大增 官方通报的新增死亡病例却一直为零 一直到19号 时隔两周之后 官方才再次的通报两例死亡病例 让舆论批评 中共治下的染疫死亡并不算死 综合媒体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 19号的通报 18号新增了两例冠病死亡病例 均为本土病例 而且都在北京 同时重症病例也比前一天增加了11例 根据了解 中国官方上一次通报死亡病例 是在12月3号 死者分别来自山东省跟四川省 不过之后有报道 称两名资深媒体人 感染冠病之后逝世 四川华西医院一名医学生 也拒传确诊 带病上班之后猝死 官方通报却都未列入 多地的殡仪馆跟火化厂也都出现了忙不过来的现象 虽然许多员工病倒是原因之一 但是舆论仍然质疑官方数据的可靠性 新增感染者的方面 19号通报了1918例本土病例 其中病例数最多的是广东 有846起 北京通报了314起 重庆通报了198起 湖南93起等等 由于不再要求进行核三检测 无法掌握准确的数量 中国大陆自12月14号起 就停止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 事实上近日来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 有33名老职工密集的病士 另外有多名知名人士 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死亡 但是却都未见官方列入到 新冠死亡的病例当中 综合媒体报道 从北京大学校内发布的复文来看 10月31号到12月5号 有15位教授去世 还有网友搜索清华大学校内发布的复告 发现从11月10号到12月10号 总共有18位去世 另外前科技日报总编辑陈元勇 日前在微信朋友圈披露 现年66岁的北京长城战略研究所创始人 所长王德璐已经在近日内死亡 贴文说前两天王德璐上班发现羊了 13号下午开始发烧 晚上吃了退烧药之后睡觉 当陪护人员发现时已经离世 陈全勇表示 王德璐生前患有高血压更新血管疾病 燃疫之后大意了 以为吃了退烧药之后不会出现大问题 结果竟然说走就走 猝不及防 根据长城战略研究所官方发出的复告显示 王德璐是在12月14号6点57分死于北京 另外最近几天还有多位知名的前媒体人感染新冠之后死亡 其中包括了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 以及前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周志春 综合中国跟香港媒体报道 杨良化从本月10号开始发高烧 抗原测试呈现阳性 因其早年间曾经罹患鼻咽癌 以及瘤有后遗症 抵抗力低下 这次染疫之后肺部因为细菌感染病情加重 杨良化的家人13号将其送入朝阳医院求救 但是医院内已经爆满没有床位 杨良化只能够在急诊室抑郁等床 直到凌晨2点才住进ICU 医院动用了所有的设备抢救两天之后 于15号晚间死亡 日前杨良化的妻子谢文梅 已经为其丈夫发出复告 此外中共官媒中国青年报的前副总编辑周志春 本月初即发现核酸检测呈现阳性 6号北京医院医护人员上门再次检测 7号晚间社区通知附和阳性需要隔离 不料他在8号1点23分就悄然死亡 其后医院方面宣布周志春死于心源性猝死 目前中国互联网上所有关于洋良化感染新冠之后死亡的报道 或者是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消息都已经被撤稿或者是删除 此前中国前省杨金德对球员王若吉也在确诊感染新冠之后死亡 年仅37岁 随着防疫政策的突然放宽 中国各地先后引来了Omicron的低波冲击 北京情况最为严重 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 中国的本轮疫情将会是一场海啸 将对中国的医疗系统构成严峻的挑战 中国春节前后达到峰值的疫情可能会导致上百万人死亡 美国之音报道中国政府12月7号大幅放宽防疫政策 并且提出新十条允许冠病患者居家隔离 取消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三阴性证明等等 但是却迎来了疫情大规模的爆发 以及民众的恐慌不安 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6号的报道 北京殡仪馆人士表示 仅仅是在12月14号一天 就至少火化了30具新冠肺炎确诊者的遗体 另外一位不愿意居民的北京通州殡仪馆员工透露 现在的需求量很大 每天都有新冠肺炎的死者 他们从早上开始火化尸体直到晚上10点 火化炉根本就没有办法应付 蓝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 15号在该机构举办的线上讨论会表示 许多流行病学模型表示 中国的本人疫情这将会是一场海啸 他说现在只是疫情海啸的开始 预计会持续几个月 这将取决于中国医疗体系的状况 中国国家卫健委说 12月15号中国31个省自治区跟直辖市 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不过卫健委给出的确诊数字只有2157例 这个资料的真实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黄志环指出 疫情初期推行类似清零的控制的亚洲国家跟地区 比方说在新加坡 台湾 香港 韩国跟日本在刚刚开放时 都会有一次大的浪潮 然后有一些小规模的适度的病例报告 他说中国医疗体系的上限将会很快的达到 模型显示可能在30到40天内 也就是在1月底恰好是中国的新年 我们可能会看到与中国卫生系统相关的第一次危机爆发 感染将有多种方式来蔓延 黄志环说本轮疫情爆发还会引发许多次生问题 虽然不跟新冠直接的相关 但是在过去几个月里 陷血的人越来越少 人们担心无症状病例的感染 所以现在血库补给很慢 农村的卫生系统更会面临到严峻的挑战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6号印发了 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跟健康服务工作方案 要求确保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的返乡人员 跟农村常住居民及时获得到基本医疗卫生健康的服务 许多中国流行病学家也认为本轮疫情将在一两个月内达到高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李16号表示 一二月份高峰过后 到春暖花开时 疫情有望进入状态 中国传染病整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12号表示 疫情可能会在一个多月内达到高峰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门宏 在近期华山医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预测 上海本轮疫情高峰将在一个月内到来 要整体度过这次的疫情则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中国社交媒体知乎使用者大资料专家 CHENQI通过了百度搜索指数来推演出预测模型显示 北京、河北等地目前已经逐渐进入到感染高峰期 接着是河南、湖北到四川、重庆等地 上海会在12月24号之后达到高峰 位于东南沿海的成分 则是会最慢进入到高峰期 大约在农历过年前后 经济学人15号发布模型预测 如果任由病毒肆虐 预计将会有150万的中国人死亡 在严峻的情形下 大约会有96%的人口 将在未来三个月内感染该病毒 ICU的病床需求将会很快超过公益 60岁以上的人将占死亡人数的90% 在高峰期将近2%的劳动年龄人口会生病 并且出现症状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中国政府做好准备 让90%的人口接种疫苗加强症 并且有足够的抗病毒药物来治疗60岁 或者是以上人群中的90%的病例 可以将死亡人数保持在7万2千人以下 而由香港大学前医学院长梁卓伟参与撰写 14号发布的研究表明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加强接种疫苗等措施 松绑风控之后 中国每100万人当中死于大流行病的人数 可能会高达684人 以中国14亿人口来计算 死亡总人数将达到96万人 黄志环指出最大的问题在于 中国政府今年夏天的准备不足 加强增接种率 抗病毒药物跟人均重症监护士ICU的床位数量都比较低 他说有鉴于香港一二月爆发的疫情 并且造成的最高的死亡率之一 加上上海封锁前病例也呈现指数般的增长 这么多模型研究都显示了这种差距 为什么中国在夏天没有加强疫苗接种运动呢 为什么夏天没有准备好抗病毒治疗药物的库存呢 可以说直到12月1号之前 中国副总理孙春兰突然表示要改变清零的政策之前 中国几乎是没有什么准备的 11月中国各地曾经爆发反对疫情防控措施 乃至于中共政权的抗疫 兰德公司的政策研究院科雷根预计 随着医院国家不堪重负 无法提供足够的ICU床位或者是其他的服务 不仅是新冠患者 还有其他无法得到治疗的病人 之后可能会看到更多医患之间的冲突跟斗争 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穆指出 随着事业加剧民生凋零 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 为了挽救经济 中国政府将很难回归清零措施 他说中国政府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 如果他放松风控就会死很多人 如果不放松的话也是死路一条 至少近期的经济形势相当的严峻 何天穆认为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中国政府会竭尽全力替习近平推卸责任 他说习近平绝对不会容忍任何可能公开批评他的竞争对手 他会确保那些人都被关起来 有鉴于习近平对媒体机构的控制 矛头会转移到西方跟地方官员 他预测中国政府会在下一个阶段策改病例资料 掩盖死亡人数 并且传播更多的虚假资讯来转移矛盾 德国之声报导新加坡端传媒发表一篇题为 中国党国资本主义的形成 国家安全困境与对国际政经体系的冲击的评论文章 作者月月分析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指出 由于越来越无法区分企业的经济活动 跟党国的政治要求间的关系 外界对于中国公司的怀疑不断的加深 进而增加了对中国的不安全感 首先在控制国有产权跟产业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战略之外 政党国家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工作 习近平时代党组织被赋予了更多的实际功能 第二通过了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有部门投资于优质的私营企业资产 尤其是控制众多科技企业的股权 并且逐步实现了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掌控 同时私营企业跟混合所有制企业 也已经成为了支援党国资本主义安全目标的重要力量 这些企业为政府提升的大资料监控跟危机回应能力 供应的硬件软件跟集成系统 包括了社会信用体系在内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也有赖于少数互联网公司跟通讯巨头企业的合作 文章说正是因为党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 使得其他国家很难区分企业的政治动机跟商业动机 特别是党国资本主义极大的改变了 外界对习时代以前中国民营企业曾在相对自主性的看法 所有权结构不再是衡量中国企业商业行为纯粹性的标准 当前有越来越多政治人物跟政策研究者会认为 中国企业的商业利益跟党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 因此由于不确定这些商业行动的意图 发达工业国家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越发警惕 担心中国政府会利用企业供应链的主导地位 跟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来作为武器 德国之声的报导同时也讨论了台海问题 美国国防部11月29号向美国国会提交了 长达196页的中共军力报告 台海局势占了相当的篇幅 除了列出中共可能对台湾发动的四项军事行动之外 也特别指出中共希望共军在2027年达到有武统台湾的能力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 共军真能在2027年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吗 作者接中认为 现阶段共军仍不具备武力犯台速战速决的能力 主要原因除了航舰、大型运输机、两栖突击舰 中大型直升机等有型的武器装备数量仍不足外 共军联合后请支援的能力跟效率 仍然无法支撑共军对台湾发动一场快速的决定性作战 更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文章说在执行现代化联合作战的能力方面 共军近年来虽然有大量的新装备进入到战斗序列 但是在将这些不同军兵种的武器设备妥善整合 实现现代高效率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能力上 却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这些工作要在2027年年底之前完成 可能性极低 文章指出 虽然联合后勤支援跟执行现代化联合作战能力仍然不足 使得共军在2027年之前很难具备武力犯台 可以速战速决的能力 但是北京是否会武力犯台 主要取决于北京对两岸局势发展的政治判断 一旦北京对两岸情势的发展感到绝望 或者是华府跟台北之间 已经明显跨越北京所划设的红线 这时就算共军战力未达标准 北京也是非打不可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